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Shine和其他中国在线零售商利用税务漏洞避开关税 引发了工党是否试图吸引Shine在伦敦上市的争议 接下来欧盟对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鬼船队进行了新一轮制裁 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LNG在欧盟的转运操作 最后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妻子的邮寄选票照片而涉嫌违法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如果亨特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被自由民主党击败 他将成为首位在大选中失去席位的财政大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报道 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和雷切尔·里夫斯 描绘自己为英国商店的朋友 承诺在税收上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保护高阶商店 然而许多零售商抱怨工党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税收问题 即中国在线零售商如Shine利用税收漏洞 通过直接向客户发货来避免高额关税 英国商界领导人批评这种做法愚蠢 认为它伤害了零售业并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 尽管Shine声称其成功源于高效的供应链和灵活的商业模式 而非税收豁免 但零售业界担心这种政策将导致更多的商业失败 失业和税收减少 工党目前没有关闭这一漏洞的计划 可能是为了吸引Shine在伦敦上市 但这可能会引起与零售商之间的摩擦 电讯报报道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 亨特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其妻子邮寄选票的照片 而删除了该帖子 因为有人指责这次违反了法律 选举委员会指出 虽然邮寄投票者可以公开自己的投票信息 但如果他人诱导 或说服他们公开这些信息 可能构成犯罪 亨特在2018年曾因错误地称其中国妻子为日本人 而引发尴尬 而这次的社交媒体失误再次引起关注 亨特在其新成立的萨利选区面临激烈竞争 可能成为首位在大选中失去席位的财政大臣 多项民调显示 自由民主党有望 赢得该席位 亨特警告选民 支持改革党只会增加自由民主党胜利的可能性 美联社报道 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新一轮制裁 针对莫斯科通过欧洲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幽灵船队以及多家企业 欧盟估计去年约有40到6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通过欧盟港口运往第三国 新措施将禁止在欧盟领土上进行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重新装载服务 并打击通过欧盟向第三国在出口液化天然气的行为 此外还将禁止新的投资以帮助俄罗斯完成液化天然气项目 此次制裁名单新增了61个实体 包括一些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的公司 指控他们规避制裁或向俄罗斯提供敏感设备 约50名官员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冻结资产并实施旅行禁令 欧盟已冻结约2100亿欧元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 Reuters Breaking Views 鸿海的局势如同Uber班价格飙升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使向苏伊士运河的船只 导致运费从2023年的每次1200美元翻倍至1月的3400美元峰值 尽管3月和4月有所回落 但自5月以来反弹至4500美元 超过危机前的三倍 虽然新船交付量创纪录 但全球制造业的反弹 主要港口的罢工以及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威胁 共同推动了运费上涨 随着鸿海封锁 绕行非洲增加了两周的航程 进一步加剧了运费的压力 对于航运公司而言 这局面带来了巨大利润 尤其是那些与现货价格高度相关的公司 如以色列的ZIM Integrated Shipping Services 其股价自12月中旬以来上涨了170% 尽管未来关税和经济复苏 可能会平息这种需求 但短期内运费可能会继续上涨 美联社 中欧双方对提高中国电动车 进口关税的计划展开对话 中国商务部和德国经济部长表示愿意 就欧盟决定 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征收高额关税仪式进行磋商 欧盟计划从7月4日起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17.4%至38.1%的临时关税 这使得进口电动车的关税总额达到47.4% 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显示 中国的电动车产业链受到了不公平的补贴 损害了欧盟竞争对手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贸易专员 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进行了视频会议 双方同意启动磋商 与此同时 中国商务部对欧盟提出的调查要求表示不满 并宣布对欧洲猪肉出口展开反倾销调查 这被视为回应欧盟对电动车的关税措施 日经亚洲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对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 中国海警阻止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潜滩的补给任务 强行登上菲律宾海军舰艇 造成至少8人受伤 北京以新的海事法规为由 声称有权拘留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入侵者 包括南海的时段线区域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表示 如果菲律宾公民被故意杀害 这将接近战争行为 美国可能根据非美共同防御条约提供援助 然而 美国对条约适用性的立场并不明确 华盛顿需要明确表示 条约可以涵盖任何潜在致命的武力使用 并采取措施 直接支持菲律宾的和平不及任务 菲律宾应寻求更多国家的外交支持 并与美国进一步适应 当前威胁 确保在南海的主权不受侵犯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在法国的一场主要防务展览上 展示了符合北约标准的火炮 以期提升奇路机武器的出口 然而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面临来自西方同行的激烈竞争和地缘政治阻力 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公司Narinko展示了两款主要的陆基火炮模型 PLZ-52和卡车在SH15-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均符合北约标准的155毫米口径 虽然PLZ-52上无出口记录 但PCL-181出口名为SH15 已受网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 中国的155毫米火炮 在中东和非洲国家有较好的出口前景 应其价格低于欧洲制造的火炮 然而 尽管中国火炮在性能和价格上 具有竞争力 但设计相对落后 难以吸引欧洲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注意 南华早报报道 新的德国瑞士国际学校GSIS 校长Freigain Krauss 准备在坚实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他计划通过访问 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班级 与教师和家长交流 以全面了解学校的现状和改进机会 GSIS拥有德语国际课程和英语国际课程 同时提供丰富的课外活动 Freigain Krauss希望更多的体现 德国和瑞士的文化特色 例如鼓励全校师生学习 至少十个德语短语 他还关注如何在教学中 整合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主题 GSIS的探索周 让学生有机会探索世界的各个方面 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最近邀请前德国摔跤选手 Frank Stabler分享 他的奋斗经历激励学生设定 并实现目标 南华早报报道 菲律宾对其海军与中国海警 在南海的冲突保持低调立场 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 希望避免触及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红线 菲律宾称 这次冲突是误解 可以通过谈判解决 冲突发生在菲律宾军舰委 第二托马斯潜滩的军事哨所不及时 中国海警登船并据称故意撞击菲律宾船只 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受伤 马克思在访问西棉兰老指挥部时 强调菲律宾不会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 马克思的回应时间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 菲律宾政府可能会继续面对类似严重的事件 而中国预计会坚持其灰色地带战术 尽管如此 马克思的回应并未显示出失败主义 而是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南华早报 董明珠 格力电器的董事长 以其对工作的强硬态度 而闻明 她最近的一番言论再次引发热议 她在接受河南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如果员工想要休闲时间 可以选择辞职 董明珠的这番话 被认为是尖锐且缺乏同情心 引发了广泛争议 她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三十多年来从未休息过 并认为幸福是个人内心的感受 她还表示 如果到了三十五岁找不到工作 可以自己创业 这些言论被批评为冷漠和精英主义 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应 有人质疑 努力工作是责任 但是否意味着 想要休闲时间就不努力工作 员工难道没有享受休闲的权利吗 董明珠无疑是许多年轻人的职业榜样 她的坚韧性格被认为值得效仿 1984年 三十岁的董明珠失去了丈夫 不得不独自抚养两岁的儿子 六年后 她离开家乡南京 前往广东珠海追求职业生涯 在格力电器 她一步步攀升 最终在2012年成为公司董事长 然而 近年来 她的尖锐言论和霸道风格 使公众舆论发生了变化 最著名的争议之一 设计1999年出生的浙江大学 毕业生孟宇童 董明珠在2021年从一档职场真人秀中 亲自挑选她作为秘书 两人频繁 在直播中亮相 董明珠表示希望 培养孟宇童成为下一个董明珠 然而 孟宇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离开了格力 许多人猜测是工作压力 和薪资不匹配的原因 孟宇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多次提到格力的繁重工作负担 称谁能在两个月内没有完整的周末休息 还在这个周末工作了超过20个小时 在孟宇童离职后 董明珠公开批评她 称她利用我们的平台成为网络名人 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在格力 所以我解雇了她 去年董明珠的员工王子若 在另一档电视节目中 对她的奉承言论再次引发争议 王子若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在格力的工资单 即使我每天什么都不做 只是看她在会议上的表现 听她每天的讲话和行动 我觉得这是一种福气 网友们认为 这解释了 为什么董明珠对自己的员工冷漠无情 奉承的员工 为权利者创造了信息检防 以为网友评论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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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